是不是有一个即将到来的审判,需要你做好准备呢? 啟示录揭露了耶稣如何拯救我们这个将亡之世界的好消息 在这个警告的节目中,我们将会学习三天使的信息 这个信息引导我们为即将发生的末后大事件做准备 千万不要忘记订阅这个频道和点击通知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将来的视频了 我是海米欧特曼,欢迎来到《揭臂圣经语言》 混乱在全球范围内激增 今天有很多疯狂的枪击事件报道 政治性的分裂和全球性的流行病在全球肆虐 我们正走向一个世界的新秩序吗? 接着会发生什么? 欢迎你和国际报道家海米欧特曼一同来揭示圣经真理 并从圣经中探明你问题的答案 在世界国地旅行的时候 他目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和困难 但从他们之中他发现了希望的神迹 欢迎来到《揭臂圣经语言》2.0 这里将会表明上帝如何似给我们指南 为了要引导我们面对前方的一切 我们将会一起看一下圣经的语言 是如何比以往应验得更快 以及我们可以如何满怀希望感面对将来 大家好,我是海米 多谢你来到揭臂圣经语言 或者今次是你第一次的收看 但是不用担心,你可以访问awr.org.bible 以及看回以前的所有节目 千万不要忘记,可以查看我们很多有趣的资源 请你访问awr.org.bible 你也可以点击下面的连结,有机会注册我们的线上圣经学校 提一个圣经问题,又或者是你的代讨事项给我们的团队 同时我们也很期待在聊天室看到你的参与 你可以发表意见和问题 上一集我们学习了在耶稣第二次光临之前将要发生的事情的预兆 圣经通过了宗教、政治、自然界和社会领域的预兆 向我们显明了我们来世界的末了是有多么的临近 这些预兆指向了耶稣荣耀的福林 而最重要的是,他告诉我们 如今是为耶稣的福林做好准备的时候 这个就是揭臂圣经预言 这个报道系列是这么重要的原因 我希望你能观看这14个广道的每一个 让我们低头讨高,然后我们就会直奔我们的主题,警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多谢你这么爱我们 你在圣经里面赐给我们一个警告来预备我们 不是想要吓我们,而是警告我们 为你第二次的降临做好准备 求你帮助我们完全晓得我们所处的时代 主啊,求你躺开我们的心里聆听你的教导 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今天我们来到学习启示录书 很多人都将这本书视为一本神秘的书 几个世纪以来有些人懼怕他的信息 而事实上,某一些基督教群体 是禁止看这本书的 但是我们不应该怕启示录这本书 启示录的意思其实是揭开揭示 今集,我们的信息将会揭示一种 你从未经历过的希望 耶稣预言了这个世界末后的事情将会是怎样发生 我们可否相信这一切真的会这样发生呢? 亲爱的朋友绝对是 上帝遵守祂向我们发出的每一个应许 祂说要回到地球,应接祂的百姓 感受到我们宇宙性的请教是多么临近 上帝要救我们离开这个充满不确定和痛苦的世界 耶稣赐给我们的最后一个预兆是福音将要传遍天下 亲爱的朋友,如你所知的一样 今天福音通过无线电波、电视、互联网 跨越一切障碍 上帝是揭尽所能的拯救世人 我也幸在世界各地旅行 记录别人在生活中的奇妙改变 从人背负罪恶和罪疚的重担 到他们被福音所拯救和赦免 我亲眼看到福音正向世界各地传开 这个故事见证了福音传播有多么快 听我说巴比的故事 他是一位非洲籍的荷兰人 他生活在一个孤立的农场上 他透过手机收听到圣经福音广播 这些重要的福音真理改变了他的一生 他知道了我们时代是多么的紧闭 和上帝有三个关乎世界末期的重要信息 要在我们这个时代传遍全世界 因为他对耶稣的信和爱日渐的增长 他感受到他一定要和整个村庄的人 分享他所学到的福音真理 对啊!你不能隐藏你所知道的真理 你一定要和人分享 他自己也只是给他们提早学了一课 但他一路学就一路和他们分享他所知道的 村民也很积极的回应 请求他更多的一起去学习圣经 所以他很多的邻居都来到 就在他前院的一棵大树下和他一起学习 有一天当巴比在他家工作的时候 他听到外面很吵吵 他觉得很惊讶 因为有一帮陌生人聚集在他的屋外面 他简直不敢相信 那时有一个男人就走进来 介绍自己叫做Upa 他和他村里的五十个人一起走了三十七英里 即是六十公里来到巴比的家里 他们用了整整一日的时间才来到这里 Upa 流着眼泪说 我们一路来到就是为了想更加认识上帝和他的真理 你愿不愿意和我们分享 在过去的一年里面 巴比和他的丈夫德瑞斯在他们的地上建立了一座教堂 如今每一个星期有一百多人来到参加聚会 来到认识耶稣的爱和教导 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位女士他乐于分享 看看如今认识上帝的这些人 亲爱的朋友上帝多么爱我们 我们有他爱的证据 上帝的爱最大的表达就是差派他的儿子耶稣 愿意来到这个地球上 为你和我的罪献上生命的代价 这是我最喜欢的经文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上帝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刺及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治灭亡 犯得永生 为什么耶稣愿意为我们写命呢? 因为他非常爱我们 为什么耶稣一定要为我们写命呢? 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里 告诉我们 罪的公价乃是死 唯有上帝的恩赐 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基督是无罪的 但他背负了我们的刑罚 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说 因为上帝洗纳无罪的 意思就是耶稣 替我们成为罪 你知道 在耶稣走入恐怖的赫西玛利园的时候 他甘愿让我们的罪淡 全世界的罪恶在他身上几乎压垮了他 你想不想象到这些都包括了些什么? 一切的强奸、谋杀、放言、背叛、酷刑、虐待 最安装的罪恶、结白的羔羊 耶稣都为我们世人背负了 基督自己遭到嘲弄、受羞辱 还被钉在屈辱的十字架上 耶稣亲身的背负着 你的罪咎和我的罪咎 你的羞辱和我的羞辱 耶稣承受全宇宙向他发出的控告 一切的罪责都归在他一个人的头上 但我们就获得了无罪的自由 耶稣发出了一个祈祷 而你和我正是他祈祷的中心 父,如果有可能摆脱这一场苦难 求求求你答救我 但如果是不可能的 如果这一样就是要拯救人类所需要的 愿你的旨已成就 在旧約聖經中,以色列人宰殺動物憲制為令他們的罪得到赦免 這樣指向了為世人的罪將要在十字架上流血寫明的耶穌 旧約聖經中的聖所制止就是要教導我們認識上帝的救贖計劃 基督在地上完全順從了上帝的律法 並且在他因責人們的關係和行為上展現上帝無限和完美的大愛 耶穌在曠野內扭轉了阿當下話在伊甸園內的失敗 雖然耶穌在曠野遭受到撒旦的試探 今次四十日後,祂依舊忠心,信從上帝的話語 基督也在以色列人失敗的地方取得了勝利 耶穌引用生命記來反擊撒旦的試探 親愛的朋友,這些是舊約聖經 你見不見到耶穌怎樣用聖經? 舊約聖經和新約聖經是物不可分 基督的聖利和祂完全順從的生命 就歸給了凡接受祂為救主的人 你希望祂的生命代替你的生命嗎? 因為一種完全順從天父的人生 耶穌甘願作為上帝無瑕疵的高揚 你都脫掉世人的罪 如同馬丁路德,如此美妙的表達 祂是祂的公義,成為我的公義 祂是我的罪,成了祂的罪 如果祂是我的罪,成了祂的罪 那麼我就沒有罪了,我自由了 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不單是一個過了去的歷史事件 而更重要的是,保羅指出 基督不是那位曾經被釘在十字架上死的耶穌 而是被釘在十字架上死,再復活的耶穌 藉著復活,耶穌戰勝死亡 打敗了邪惡的權勢,並為我們成就了公義 祂的復活,成為了我們將來得到永生的保證 因為祂復活了,我們可以永遠活著 耶穌為我們提供了活出生生命的能力 只有藉著耶穌我們才能夠經歷重生 因為祂愛我們的這個大愛 祂做出了為我們赴上淑假的偉大犧牲 上帝正是揭盡全力地警告我們 叫我們為將來即將要發生的事做好準備 讓我們記住我們的主題 如果和聖經相符,我相信 如果它和聖經不相符,我就不相信了 讓我們一起看看啟示錄上帝通過這些緊迫的聖經語言 向我們發出的警告 這是上帝向我們這個時代所發出的 上次我們在馬太福音第24章見到 末後的御兆在貧道和強道上都會不斷增加 上帝最後的訊息就在啟示錄裡 上帝總是向祂的指民發出警告 來幫助他們為影響他們永恆命運的 全構性重大事件做好準備 事實上,有一種聖經的模式是我們今集要探討的 有一位慈愛的上帝邀請人們 在災難降臨之前得夢拯救 祂從蒼西基到啟示錄都在尋找我們 讓我們來看一些例子 上帝指示羅雅警告人們為即將來到的滅世洪水做準備 祂很渴望人們蒙拯救而不是被洪水毀滅 上帝有如此大礙和奇妙的忍耐 所以祂吩咐羅雅警告即將來臨的押運 還被人一百二十年的時間做決定 對,這是一百二十年的憐憫 一百二十年的恩典 一百二十年的愛的呼召 你說是不是很奇妙? 上帝的憐憫和警告總是會在重大的聖經事件之前 上帝在羅雅時代的人們拒絕了憐憫的信息後才令大洪水發生 真正跟從上帝的人就變得顯而易見了 還有一個例子 上帝在約瑟的時代展現了相同的模式 祂預言了有一次饑荒將會臨到埃及 但在干刊發生前祂興起了一個人叫做約瑟 祂不僅做警告的使者 還要幫助他們為即將到來的災難做準備 上帝不僅被法老和埃及日七日的時間為饑荒做準備 祂不會令他們很驚慌的做準備 祂沒有這樣做 祂反而是很憐憫的給了他們七年的警告 為這七年的饑荒做好準備 祂建議法老儲存過多的糧食 所以在糧倉裡就儲滿了糧 上帝再一次拯救了 聽從祂命令的人 而上帝知道哪一個順從祂的指示 這種模式在舊約聖經裡一次次反覆出現 上帝猜派祂的先知 在即將臨到的騙運到來之前 警告以色列人 我真的很喜歡這個模式 在聖約聖經裡 上帝呼召了施洗約翰 為耶穌第一次降臨預備道路 約翰傳說有能力的奇妙真理 為要使人們關注耶穌的即將到來 聖經將約翰描述成為一個聲音 在旷野裡呼喊 叫人們做好準備 準備耶穌的降臨 我們的上帝是信實的 我們可以相信祂說的話 在祂向我們發出警告的時候 我們可以信靠祂的話 所以在學習三天使訊息的時候 讓我們相信祂的話 很幫助我們為即將發生真經世界的大事做準備 上帝再一次顯出哪一個是祂的真兒女 在聖經的最後一本書 《啟示錄》裡 上帝向我們發出了一個 對我們很重要的警告 就像在羅雅、約室和施洗約翰的時代一樣 讓我們一起看看《啟示錄》第14章中 來自聖經的末期預言 我們即將會見到這個是由三個天使發出的 讓我們來看看第一個天使的訊息 紀錄在《啟示錄》第14章6至7節 我又看見另有一位天使飛在空中 有永遠的福音要傳給住在地上的人 就是各國、各族、各方、各民 祂大聲說應當敬衛上帝、將榮搖跪及祂 因祂施行審判的時候已經盜了 應當敬拜那創造天地海和眾水傳源的 上帝的末時緊急信息被描述為 由三個飛在空中的天使迅速地傳遍地極 親愛的朋友說這是普世性的 要傳向各國、各族、各方、各民 預備我們為地球的末期做準備 這個緊迫的信息裡有永遠的福音 那永遠的福音是什麼呢? 福音是好消息 因為藉著耶穌我們的罪可以得到赦免 好讓我們得到天國的永生 我們的罪夠會消失 而且我們可以在今生經歷真正的喜樂 福音是好消息 因為罪惡對我們的生命的核製可以被打破 藉著耶穌我們可以得釋放 讓使徒保羅來進一步描述這個福音 哥林多前書十五章三到四節說 基督照聖經所說 為我們的罪死了 而且埋葬了 並在第三天復活了 讓我們看看有關於永遠的福音的四個方面 第一,基督耶穌為我們的罪流血寫命 福音是以基督的死為中心的 我們的希望是基於基督的十字架上 我們的信仰有賴於基督為我們所做的一切 而不是我們自己做了什麼 以佛所書二章八到九節 你門得救是本福音 也因著信 這並不是出於自己 乃是上帝所持的 也不是出於行為 免得有人自誇 救恩是一份禮物 而且上帝這一刻就要送給你了 第二,基督的生命是完全的 基督完全的生命紀錄 要取代凡接受他的人有罪的生命紀錄 耶穌永遠是完全的 而我們是不完全的 因為祂完全的公義 我們藉著祂得以站在上帝的寶座前 這樣,當父上帝看著我們的時候 祂見到的就只是耶穌 雖然你的罪惡紅如丹眼 但他們將要潔白如雪 第三,基督從死裡復活 耶穌不單止為我們而死 亦為我們而活 我們可以將自己內心一切的渴望和願望 都告訴祂 我們可以帶著一切的軟弱和聚 來懇求祂的幫助 我們可以帶著我們一切 令自己煩惱困惑的事情來祂面前 我們的上帝從墳墓中復活了 我們的上帝不是由破碎的石頭造成 祂是永活的上帝 第四,基督升天回到天父身邊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因為世上的政治領袖都死了 尼布格尼撒死了 阿力山大大大大死了 海撒、拿破崙、希特拉和史達林都死了 但耶穌是活著的 兩千多年前 他復活升到天父身邊 這一刻 他也是天上 他知道你的名字 朋友 他明白你的需要 你知道他渴望聽到你的個人祈禱嗎? 他最大的願望就是拯救你進入他的國度 永遠的福音就是耶穌 他就是答案 他持續不斷的卸臉又卸臉 耶穌依然在改變人們的生命 我從死囚的眼裡見證了這一點 一旦他知道了耶穌的愛 即是對他的愛 他就接受耶穌進入他的生命 如今他擁有跨越監獄圍牆的永恆希望 我也在一個共產主義反叛陣營裡見證了這一點 他們放下武器和我們一起敬拜 最後有一個很美好的洗禮儀式 在座羅在喜馬拉雅三日的尼泊爾時 我的攝製隊和我徒步去拜訪一個 剛剛受死無紀內的基督徒村莊 我親眼目睹一位曾經的無依 在耶穌的大能裡所找到的喜樂 他意識到他沒有意義的作法和沒有用的魔水 和萬皇之王是沒有辦法比擬的 我也很喜歡的一個紀錄片是 有一個年輕的女孩離開了他安全的小山村 為了去城市賺大錢 但他被騙從事賣淫 深陷在絕望當中 奇妙的是有一個人送了一台小收音機 作為一萬的服務費 他就是這樣認識了耶穌 他個人的救主和他醫治的寬恕 他內心的希望和力量不斷增長 最後他擺脫了那種生活 如今獲得自由成為上帝的孩子 朋友 耶穌可以改變任何人的生命 耶穌是終極的君子 所以你一定要邀請他進入你的心裡 他將會負擔你的重擔 賜給你永生的平安 他為每個人都準備了這份奇妙的恩典 他希望我們都知道他醫治的大能和恩典 這就是我們一定要告訴全世界的原因 就像我們在馬太福音24章14節所學的 福音將要傳遍全世界 就要在耶穌降臨之前實現 每個人都有機會回應上帝在他 或他的生命中所成就的救贖 他始終在保護、供應和尋找我們 宇宙的大君王正在等待你的回應 你相信嗎? 他想要做你的好朋友 聆聽你內心的渴望 我們溫習了永遠的福音是什麼? 現在我們回到第一個天使的訊息 啟示錄14章7節 應當敬畏上帝將榮耀貴給他 因他施行審判的時已到了 應當敬拜那創造天、地、海和、眾、水、全員的 敬畏上帝是什麼意思呢? 敬畏上帝就是通過信從祂的教導 來尊敬或敬眾祂 3章1節說 我而不要忘記我的法則 你心要謹守我的戒命 是一個道德日漸論喪的時代 上帝在呼召我們順從祂的律法 祂在呼召我們要遵守祂的戒命 啟示錄14章12節描述上帝末期的兒女 聖徒的忍耐就在此 探門是守上帝戒命和耶穌真道的 首先,這是一個信從的呼召 當在一些基督教會裡 信從是一個被忽略的真理 太多的基督徒只是強調免費的恩典 但無視了上帝律法的重要性 上帝的律法是什麼呢? 律法是上帝品格的寫照 體現在祂的十戒裡 上帝希望我們賜祂 生活在平安和和諧之中 在我們遵守祂的律法時 就是保障我們擁有最美好的人生 其次這是貴榮饒給上帝的呼召 貴榮饒給上帝是什麼意思? 這個意味著我們在生活方式上榮饒祂 上帝末後的信息是呼召我們 在我們的身體上尊敬上帝 包括我們吃什麼,喝什麼,我們如何生活 哥林多前書十章三十一節說 所以你們滑吃滑喝 無論作什麼都要為榮耀上帝而行 在羅馬書十二章一節 弟兄們,我以上帝的慈悲勸你們 將身體獻上當作活際 是聖結的,是上帝所喜悅的 你們如此是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我們的身體是永生上帝的殿,亦屬於祂 祂亦呼召我們在生命的各方面 去到敬慰祂、貴、榮耀給祂 啟示六十四章七節說 應當敬拜那,創造天、地、海、禍、中、水、全、原、滴 這個呼召我們敬拜是誰呢? 我們的創造主 有道理的,是一個送上進化論的時代 很多人都不相信創造主上帝 啟示六十四章七節呼召我們 敬拜創造天地的上帝 敬拜所基於的事實在上帝創造了我們 啟示六四章十一節 主啊,你是佩得榮耀、尊貴、權並的 因為你創造了萬物 而且萬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創造而有的 善惡之爭、最後的大鬥爭 聚焦在敬拜的問題上 主要是我們敬拜誰呢? 創造主,還是人為發明的交道? 創造主,還是受呢? 這個呼召我們接受上帝所賜的忠誠之印 而不是怪獸的印記 通過第一位天使的信息 我們發現基督徒所應做的 在我們的生活方式上 信從上帝和歸榮耀給祂 我們都知道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做 就是因為祂是我們的創造主 祂創造了我們 所以祂佩得我們的忠誠 我們來一齊看看這個信息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啟示錄十四章七節 應當敬畏上帝將榮耀歸給祂 因祂施行審判的時候已經到了 啟示錄裡這個最後的信息 不是說上帝審判的時候將要到了 不是呀!審判已經到了 莫非我們生活在審判的時期當中? 莫非所有人類的命運 很快就要由我們如今所做的選擇 來決定呢? 在耶穌降臨之前 天上最終的審判 將會決定每一個人在祂回來的時候 將要獲得的賞賜 啟示錄是一本關乎永恆選擇的書 啟示錄二十二章十二節 向我們點明了 看啊!我必快來,想佛在我 要照各人所行的暴凝塔 如果耶穌要帶著各人所得的賞賜來到 在祂回來之前就必定要有一個審判 啟示錄十六章七節說 是的主上帝,全能者啊!你的判斷,宜哉,成哉 上帝從來都不犯錯誤的 地上的法庭和審判或者會犯錯 但我們全能的大君王永遠都不會犯錯 他的審判是真實的,公義的 你可以確信他是公平的 啟示錄指出在耶穌回來的時候 每一個活著的人都做了最後的決定 一是信基督,一是拒絕基督 啟示錄二十二章十一節說 不義的,叫他營救不義 污衛的,叫他營救污衛 唯義的,叫他營救唯義 聖結的,叫他營救聖結 啟示錄的基督,現在就呼召你 祂希望你能夠得到拯救 祂希望你永遠住在祂的國度裡 祂無法接受你的失喪 更重要的是祂希望永遠都跟你在一起 永遠在祂的國度裡 所以祂在啟示錄第十四章 向你發出了這個緊迫的信息 讓我們總結一下第一個天使的重要信息 這是呼召人們接受永遠的福音 呼召我們在生活裡榮耀上帝 亦呼召我們敬拜創造主 這是上帝呼召我們忠誠獻身和信服 然後第二位天使啟示真理和揭露錯誤 上帝在啟示錄十四章八節這樣說 又有第二位天使接著說 叫萬民 學邪任大路之走的巴比倫大聖 傾倒了 傾倒了 在啟示錄裡 巴比倫就是代表屬靈的混亂 就像上帝在巴別塔上混亂了語言一樣 在末期以傳統為基礎的人為交道 將會為基督教帶來混亂 第二位天使宣布說一切人為的系統 將會在最後的危機中消失 錯誤的教義 通過被稱為巴比倫的虛假宗教體系 將會入到教會 上帝今天呼召祂的八聲 歸回祂的話語 聖經就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礎 耶穌在約翰福音十七章十七節說 求祢用真理使他們成勝 祢的道就是真理 有關獸印的核心問題 是敬拜 朋友們敬請關注 因為我們將會深入學習巴比倫和獸的印記 接下來的這一集就會叫做 《淫婦與獸印的港道》 天使警告我們不要接受獸的印記 這是聖本聖經裡最嚴肅的警告之一 你絕對不會想錯過細節 讓我們來看看第三位天使的訊息 在啟示六十四章九節 又有第三位天使接著他們 大聖說 若有人拜修和修將 在額上或在手上授了印記 這人也必學上帝大路的走 這三個天使最後描述了末期中心的人們 在耶穌回來的時候 凡是準備好的人會有什麼特點呢? 啟示六十四章十二節說 聖徒的忍耐就在此 他們是守上帝誡命和耶穌真道的 讓我們來總結一下 啟示六十四章七節呼喚真敬拜 敬拜創造主 啟示六十四章九節警告抵擋假敬拜 啟示六十四章十二節描述上帝的真信圖 親愛的朋友 問題是敬拜 上帝將會有一群敬拜祂的人 他們遵守上帝一切的誡命 並且敬拜祂為創造主 上帝最後的信息警告我們抵擋魔鬼末期的欺騙 撒旦的主要目的是破壞上帝的戒命 三天時信息是警告世界的最後信息 這些信息確保我們每個人都有機會選擇 要上帝的國還是要地上撒旦的王國 在三天時的信息傳遍天下的時候 基督將會再次回來解放和拯救祂的子民 耶穌告訴我們這些事情 不是要我們擔心 而是叫我們不要被欺騙 以及想我們努力去傳揚祂緊迫的信息 如今是認真思考 而不是恐懼的時候 眼看四周預言都表明今天是警醒的時候 好像忠心聰明的仆人等候基督降臨一樣 這是呼召我們完全信從上帝 呼召我們信從祂的真理 上帝對祂末期的百姓有什麼願望呢? 就是一火忠誠於祂的心 甘心樂意地信從祂 將我們的人生欠給祂 有一位很可愛的金髮小姑娘 她幻想了一種很少見的疾病 為了生存她急需要輸血 而經過大量搜尋 最終發現她存活的唯一希望 就是接受她親生哥哥的獻血 不僅是因為雙胞胎有共同的血型 亦是因為她自己在同樣的疾病中行傳下來 她的血液裡就有抗體了 所以可以救到Judy 在布拉德醫生問她 你願不願意為你的妹妹獻血的時候 她最初是猶豫不決的 她苦苦思考了很久 但當醫生跟她說 這是救到你妹妹生命的唯一方法 這個男生的眼睛充滿著眼淚 而且她說 好,我願意救妹妹 輸血開始了 梁兄妹平排躺在醫院的病床上 在過程中她們手牽著手 醫生看到Judy的臉色好轉的時候 都大大鬆了一口氣 在輸血結束的時候 這個男生突然變得很嚴肅 她那對藍色的大眼睛 很嚴肅地看著醫生 她小小地問了一個醫生 永遠都不會忘記的問題 醫生啊,我何時會死啊? 這個勇敢無私的哥哥 她以為她獻出了她的血 她就是救了她的妹妹 而放棄了自己的生命 她愛她的妹妹 愛到願意為拯救她的生命 而獻出自己生命的地步 醫生嚇到,就馬上安慰了她 當然她也馬上解釋 你不會死啊 相反,你們兩個都會因此而生存 相比之下,我想跟你說一個人的故事 她願意為一個不配的陌生人獻出她的生命 令人難以理解的是你和我 擁有大君王耶穌願意為不配的你和我 死在一個可怕又羞辱的十字架上 死在十字架上到底意味著什麼呢? 十字架是上帝之愛不可拒絕的奇妙體現 對於其他所有人,連他的敵人 他都將他們置於自己之上 耶穌證明上帝愛世上的每一個人 遠超過他自己 遠超過他自己的生命 所以耶穌說 在我們仰望十字架的時候 他們將會遇到一種愛 一種將會吸引他們的心歸向我的愛 我不需要強迫他們 又或者操縱又或者欺騙他們 我只需要愛他們 並且通過愛他們 通過獻出我自己的生命 他們將會認識我的品格,我的道路 十字架上同時發生了兩件事情 第一,撒旦被打敗 第二,耶穌贏得人心歸向上帝的國 在《哥羅細書》二章十五節 保羅說 十字架擊敗了邪惡的勢力 耶穌再次公開地揭露了魔鬼的面目 耶穌向所有人,所有天使 宇宙的諸世界顯明 撒旦所推崇的武力和強權的道路是有缺陷的 耶穌再次證明了真理和愛 遠遠比邪惡更加強大 這就是耶穌如何戰勝黑暗的旺角 這就是上帝的品格和統治 最終得到維護的方式 十字架是完全出人意料的 這也是我喜歡他的地方 撒旦以為這場會是武力對武力 拳頭對拳頭的鬥爭 但是事實的,是他失守了 他都失算,失敗了 勝利原來早就發生在撒旦 認為他通過了一種可怕,醜惡 惡魔般的方式殺害耶穌的那一刻 就好像撒旦驕傲地挺兇昂守 為要遭受致命的打擊一樣 撒旦真的以為自己贏了 但是在那一刻發現,我失敗了 十字架上發生的事情是 愛和自私,面對面交鋒 但是愛取得了勝利 親愛的朋友,耶穌復活了 這就是他猜獻三個天使來警告我們 來幫助我們為他的降臨做準備 來再次向我們表明 他是多麼愛我們的原因 今天,在聽這個訊息的時候 你有沒有得到安慰呢? 你有沒有覺得你需要聽從上帝的警告呢? 耶穌很渴望你決定來跟從他 耶穌在約翰福音十四章一到三節說 你們心裡不要憂愁 你們信上帝也當信我 在我父的家裡有許多住處 若是沒有,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 我去原事為你們預備地方去 我們先讀到這裡 這是一個很個人化的語言 耶穌在為你預備一個地方 他繼續說 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 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裡去 我在那裡,叫你們也在那裡 宇宙的大君王耶穌希望你永遠跟他在一起 所以這一刻 無論你是在聽還是在看 你願意回應一句 是呀,主呀 求你預備我的心 就像你為我預備一個天國的家一樣 朋友,如果這是你的期望 請你按一下下面的連結 來告訴我們你想要做這個決定 讓我們一起來祷告 天父 感謝你賜給我們三天使的信息 警告我們要為即將發生的事做好準備 以及通過你的兒子耶穌的犧牲 為我們預備了完美的拯救 主呀,求你這一刻為你即將的降臨 預備我們每一個人的心 願我們每一個人都選擇聽從你的警告 你是一位充滿恩典和憐憫的上帝 奉主耶穌基督聖命祈求 阿門 親愛的朋友 不要忘記我們的線上聖經老師這一刻 都在等待答你的問題 不要忘記你也可以註冊我們的線上聖經學習 只需要按一下下面的連結 非常多謝你的收看 參加下一集的講道 更多奇妙的真理盡在揭備聖經語言 選擇上帝的道路 拜拜 多謝你們的收看 如果你想更多的學習真理 我邀請你在下方訂閱 你也可以點擊收看我最喜歡的視頻 請你點擊這裡 左上角 完整的收看我們這個系列 上帝慈福你